我們就要把它對峙,有這樣的法,以布施,我們剛開始布施的時候,有一片葉子,少分,不要用錢布施,不要用錢強硬,是不是這樣? 用法來供養,就是一種,或者是說,我們外面有剩一些高雷材,高雷材幾個好人,好,不敢,就一堆條給他就好了,一步一步啦,我們供養的時候,我們就是一塊錢,好像我記得,好像李秉楠祭司啦,好像是聽說啦,我好像看過,他以前有人要來,很多人嘛,就要來乞丐啊, 他就,他就好像說,七碗很多人,每一個人都平等,每一個人都有一份,是不是這樣?就是這樣,就是一點點,一點點,然後慢慢在爭取,這樣呢,慢慢去關照我們內心的健康,會有感到不感,那有感的人還是很厲害,就像很多大企業家,一出錢就是記憶,嚇死人了,那人看我怎麼走不了,是不是這樣? 沒有那個白痴你就沒有那個好,所以慢慢來,這個叫做斷症,因為呢,我們斷了一個我們內心的一個怎麼樣,障礙,一個問題,极其問題,同時就正的一個功德,表示說我要行善,那我看到我的動機不對了,我把動機斷掉了,對不對?不對的動機斷掉了,善也自然呈現,斷一分過,正一分等,就是在說這個問題, 那小症裡面,他把煩惱障給斷除掉,他不圓滿,他沒有理由中心,他改天,涼涼,好過好過了,等於很多人很快過,不知道要怎麼做,那菩薩呢,他把煩惱障和所知障都還沒有完全斷除,所以也不圓滿,唯有佛最圓滿,煩惱障和所知障都斷除了,所以斷正一切的, 這個功德的,這個總念的法能內,菩薩道裡面都有,寒色以前小症的道法,是故一切自然先,涉入成佛大乘道之分中,所以呢,從這一點來看,自然指的就是佛的原教,就是經典,小症裡面的經典,他的法藥都會涉入到成佛的大乘道的滋魂當中, 表示小症就是大乘道的共道,是不是這樣,聽得有了,那以人人言,無其福人,禁一過失,後令發生一功德,人人就是佛的別號,所以佛的原教所說的法藥,沒有說不能斷清一切過失,佛的法藥,沒有說不能贈得三聖果位,就這樣, 聖位,都可以贈得到,故比一切大乘,亦,無不成半故,大包小啊,即年延前這個大乘,裡面就有小乘的內涵,對不對,小延前在裡面,大包小,表示比小乘的一切斷過修正的所有的總念法門,在大乘的修道當中,沒有不成半,寒色在裡面, 所以你被惡,即將有大乘,你被惡小乘,但是小乘裡面,要不要水,那你以為大乘道裡面都有,你看佛的道正的狂論裡面,就把宗世道裡面都寫小乘裡面的道法,四弟,蛇鷹眼等等,還有解脫是怎麼樣正的,講得清清楚楚,色作是因,若入波羅蜜多大乘,雖兮列乘法藏,所說諸道,難以去入金剛乘者,杜比暗乘, 所有諸道,非為共同道不順故,以前呢,就說,假設如果有人問,我要契入,我要學波羅蜜大乘,波羅蜜就是道彼岸,就是顯教,指的就是顯教,如果我學顯教的時候呢,我雖然還要學那個小乘的法門,它裡面的內涵,這個我可以容許, 表示,內政法上所有諸道的內容呢,我可以接受,我學顯教,但是,我學那個大乘裡面有密教,就是最上層的,我就不用學顯教了,有這樣的一個想法,他說顯教跟密教裡面的內涵,不一樣,道不相順,所以我就會學,我直接學會搞得好,你說這樣講得通嗎,講不通嗎,我們說密教呢,它的基礎來自於顯教, 顯教裡面有分的處理心,不利心控,真正,三主要道,這過程隨便的主要感道,那你要學比的話,是說顯教,不能學啊,它有這種的俗秀嘛,那中大師就說,那沒道理了,怎麼說了,指即非理,一度彼岸道之,體性,是皆色入意樂,位於菩提發心行為,修學六道彼岸, 使得一切定義習近,中大師說,此見解極不合理,因為杜彼岸就是顯教嘛,它所有的道體,它的體性就是它的特質,大乘的特質是什麼,為利友情驗成佛嘛,這兩點過程菩提心嘛,所以它的意樂就是它內心的動機,它的心態一定要發起驗菩提心,為利友情驗成佛,你是驗菩提心, 出現的時候再有一個叫做行菩提心,就是行什麼,六度妄恨,所以這邊談到菩提發心,還有一個行,對不對,就是驗菩提心,還有行菩提心,它是什麼意思呢,行菩提心就談到六度到彼岸,因為菩薩學大政法,它一定要學六度,因為六度可以成就自己,就到彼岸嘛,那四聖是利眾生, 所以這邊說,所以這個顯教是密教的基礎,密教呢,一定要把菩提心,六度行呢,一定要換在內心,好好做學習,一定要硬學習,這個習禁呢,就是學習跟情境,這樣的方法,整個公案給各位聽,過去在印度的時候,有一些人, 在修密法,非常厲害,修密法是大政的無上法的嘛,對不對,結果呢,他正得小政的出口,隨密法,隨大政法,正出口,小政的出口,不可思議吧,人家都感覺,這個人家的心是大政法,為什麼會正出口呢,阿里阿尊德說,豪宅啊,他沒有墮入善惡道,很慶幸,很慶幸,回答這一句話,為什麼會講這一句話呢, 表示說,他隨密沒有顯教的基礎,沒有顯教的基礎,這個業果的法則一定不清楚嘛,他已經會造惡,墮入善惡道,這個人怎麼沒有墮入善惡道呢,很慶幸,還能夠正得出口,講的真是這一句話,表示說,顯教是密教的共道,它是基礎,如果沒有顯教,你隨密不可能拯救,就談到這一點,它是一個公案,下面就說到了,如聖金剛頂吟, 這邊呢,如果是說,提到那個問題,如果我學大政裡面的密教,我都不用學顯教的,那表示說,顯教跟密教它沒有關聯嘛,沒有因果關係,如果有這種見解,是錯的,為什麼呢,他都提出了這個聖密教裡面,聖金剛頂經來做佐證,他縱然為了生活,為了活命,也不應該捨 聖氣菩提心,節心就是菩提心,為什麼叫節心就是節悟的心嘛,節悟什麼呢,菩提心的內行,為利友情厭成佛,才能夠構成大政的法脈,才能夠幫助友情離苦得樂嘛,所以節心就是菩提心的內行,這部經裡面又說,六度彼岸行,畢竟不應捨,又以作教宣索非義, 又引指的就是聖金剛頂經,裡面又說到了,六度到彼岸,就是菩提心的內行嘛,我們以六度來成就之地,可以達到佛的境界,在任何情況之下,我們都不應該捨掉這個六度,菩提心的內行,一直在強調, 寫教就是密教的基礎,又以作教宣索非義,這個疑就是其他,其一的作就是密教,其他在密教的經典裡面,也先說了很多,不是只有一種而已,這個非義就是非一種,就很多了,這個非義指的是什麼呢,它針對的聖金剛頂,這一部經提出來這個問題來解答,但是在密教, 在密教裡面有密系的經典,同樣也為了這個問題講了很多,只是我們沒有去看到而已,所以在其他的密教裡面,也先說此義,並會一種有很多的說法,都是同樣的,不要捨掉菩提心,先叫我記住,很清楚吧,這樣來讀這個論,就很清楚,今天講到這個地方,我們就有一些 這些問題,我們就可以來互相探討,在文字上如果也不清楚了,或在講說上,有什麼可以改善的,我們都可以來看,各位會不會感覺到進度很慢,不會啦,這樣隨時還會比較有詮氣,不然我隨隨我還是搞不清楚,我就很痛苦,我會說,我還歸忙,對,所以我跟我們那個同行道友, 他們的水很快,我沒有那個能力,我一部經,你看我這一部就看五連,把它弄得清清楚楚,把資料也不好找,我隨任何一部經驗,我都要把它弄得清清楚楚,不清清楚楚好不好,我睡不著,我講給別人那天,我也不好意思,他無何代過,別人他的智慧比較高,學得很快,所以我就沒有辦法學,這一生也沒有辦法學很多,但是主要來,勝利地跟 世俗地的鋼腰,他怎樣的,經部的那個根也把它抓到了,你看到你隨著布里到這裡管問以後,布里京所設,你去看哪一個福德志,世俗地,你說清清楚楚,你不管你是看哪一部經,一定幫忙很大,是不是這樣啊,那我在學那個空性,我把終於保安學好,路中任何善賢命就在學,我去看所有的任何的,比如金剛經空性,對我幫忙都很大,我就可以呢, 借金剛經典,你應該用自習班去講,文士班去講,用什麼義診班去講,你就清清楚楚來,所以我只要把這些主要的根引法抓住,應該我還可以學得完,是不是這樣啊? 你剛才說一個誰去投胎的時候要做主要 他去投胎的時候射身就不一樣了 射身就不一樣了 射身不一樣但是他們的紀要就表示他們的心系又來了 他們的心系投胎嘛 但是他已經認定說我點這被朱砂在這個地方 我出身投胎的那個人就是表示我 因為對方看不到說那麼多人在生那孩子 我怎麼知道那個就是你啊 他病的時候但是他有那個能力 他我要我聽懂你的意思 他射身變得應該就不會把這個豬胎劑就跑到那邊去嘛 他甚至有這種能力我們沒有辦法 他有這樣的神動力 你看我們一般投胎嘛 在父母在母親的那個胎中住十個月嘛對不對 他十個月裡面他是很污秽的 如果吃燙他就燙 吃冷他就冷 如果走到北去回去 那放了胎劑又不能穩是不是 但是你看中大師 或者聖者他知道要投胎進去 這樣轉成聖門他要投胎劑的時候他很清楚 但是他入了胎就不清楚了 他菩萨像佛 他们投在里面像宫殿一样 他们都胎中在宫殿一样 你怎么去想 所以他有东西我们不知道 你看那个宗大师的自传里面 他进去 他要进入他的母胎的时候 他的母亲福德已经要够 而且他非常的亲近 他要进去就天灵洒进 他进入的时候就像宫殿一样 宫殿一样不够 他要出胎的时候才会进去 当然啦 也不一定有一些人他是有种逼宫 就是说有一些人他想要去脱身 在这一夫人家 但是他进去的时候他福报不够 可能要出生的不是他 他被人逼醜了 另外一个人就进去了 就好像那个躲棍 蚯蚓 听说蚯蚓有两头 你把他斩断两边都会走 他好像有两个心事一样 不能怎么两边会走 不是我听到那个记者论 有一个长老这样说 他说就是这个心事死的时候 因为他还在死还在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心事已经投胎进去了 不是同一个心事 听说的 参考 那个选教是那个逆教的基础 然后选教是要选逆教的吗 选教不一定要选逆教 看个人如果你想要选你就选 你不要选你就照着选教 三大大针集结这样来做 这些女孩的对方 是 我们应该要选择